這裡就是日式聚落 所以到處都會很好拍 泰國的小點心是 做成甜甜圈形狀的雞蛋糕 有雞肉飯口味的雞蛋糕耶 而且據說它一隻就有18公分 嗨 我是Hiven 今天我來到嘉義 要來拍大家都敲碗的不開車玩法 這次我會來兩天 一天是搭公車 另外一天是騎腳踏車 而且景點間的距離其實都很近 不用擔心交通時間會拉很長 想知道有哪些地方就跟著我一起出發 GoGo 第2點我們來到愛木村地方文化館 顧名思義就是一個 木頭主題的觀光工廠 它們票是100元 我現在已經進來了 我覺得一進來就有那個香香的味道耶 木頭香氣 不過我剛剛發現一件事 因為我等一下要搭公車 可是因為這邊的公車時間 其實沒有這麼的多 所以我想要先來問一下 下一班公車時間是幾點 我們先抓好時間才不會在裡面玩太久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去桃山路 下一班的公車時間是幾點 下一班12點有一個車次喔 好12點 謝謝 謝謝 現在10點多 我還可以在裡面等一個半小時 應該是夠的 秘密隧道 芬多精有殺菌蛆蟲等效果耶 還有美顏 現在這一區是木製遊戲區 它放了很大喔 東西很多 裡面有很多的積木 這邊還有木製骨牌耶 失敗了 到一半它就沒有繼續了 這怎麼那麼難 是這樣嗎 吐吐吐吐呼 咬吐吐呃 停車停車 hi 嗨 這裡是 製鄉區 平常會有工作人員在這裡坐鄉 好特別 這裡還有小小孩的遊戲空間 裡面的東西也都是木 contributors 都打造出來了 快木爺爺一定會幫助我的 這個快木爺爺啊 已經兩千多歲了耶 這邊是雷雕站 就是你可以選自己要的照片 或者是文字給他們雷雕 這一區是商品區 有一些簡單的伴手禮啊 食物 因為這邊的門票是一百塊 然後每一張都可以折抵50元的園內消費 應該蠻多人都會花在這邊的 我下車了 剛剛搭的是去桃山路 因為它大概一個小時只有一班車 所以一定要看好時間 那我現在要去找一間叫鳳啟福 它是很有名的家一半手禮 但它最近新開了一個複合式咖啡廳 走路大概兩分鐘而已 就是後面這一間很像韓系咖啡廳的店 我剛剛看到這個也太厚了吧 是跟乖乖聯名的排骨便當口味耶 這也是來嘉義才買得到的 飲料上來 我們先來喝飲料 他們的飲料都會在附贈一個小米餅 我們也來吃看看米餅 這個米餅是長條狀 然後我剛剛從頭去發現 他們裡面也有帶住耶 它就會砰 然後就射一片圓圓的 很像飛碟的米餅出來 很脆耶 冰淇淋來了要趕快吃 他們家的冰淇淋超特別的 它這是我剛剛看到那種 圓圓很像飛碟的米餅 然後中間夾著冰淇淋 這個的米餅跟我剛剛吃 那個長條狀的味道不太一樣 可能那個多了醬的味道 這個更純粹就是那個米香氣 然後另外這個比較特別 它是阿里山日出雙麒麟 那裡面雙麒麟其實就是一樣的 就看大家喜歡哪一種 我現在在彰化銀行下車 準備走去畫專博物館 剛好我這次要去的地方 都是搭去逃山路 其實也有很多其他的路線 大家要來的話 要記得先查好 因為公車的話要等 如果你沒有搭到的話 可能就要等下一台車會比較麻煩 那現在走去畫專博物館 大概是5-7分鐘的路程 也不會很遠 接下來我們來到畫專博物館 據說是由一群志工 到全台各地收集一些漂亮 然後又具有歷史意義的花專 回來變成裡面的館場 很特別吧 我們趕快進去看看 欸你們看得出來這是寫櫃嗎 超酷的耶 這個就是在IG上面的打卡槍 很多人都在這裡拍了 左邊這裡也都是杯墊的耶 很漂亮耶 平面的立體的各種都有 這邊還有這個花專造型的提袋 你看這樣全部都是花專耶 滿滿滿 這邊也都是 欸這是什麼好酷喔 我會怕它是 可以進來 可以進來 是一個空間 左右都是鏡子 會很像我被花專包圍 這邊其實是有樓上的 所以我現在正在走到二樓 二樓這裡好像就是 花專相關的家具應用 這個超酷的 他說可以上去拍照 不要踩到花專就好了 這個是古時候的那種紅瓶城耶 據說現在台灣也沒有剩下記錯 但是在花專博物館裡面就有兩座喔 這一間是什麼 這裡是以前的浴冊 那以前的馬桶好可愛的感覺喔 也都是花專 然後浴缸 旁邊也都是花專 這裡有好多東西都是 接近古董的概念 他們都是百歲以上耶 接下來要去今天要住的地方是 嘉義兆瓶酒店 因為走過去只需要五分鐘 所以我現在正在走 快到了快到了 我現在已經check in 完畢 他們這裡面超級寬敞耶 而且剛剛工作人員跟我說 這邊還有 丟沙給免費飲用 滿讚的耶 那我現在先去房間 我今天住的是716 我今天住的是豪華雙圓房 給大家看一下房間內長什麼樣子 一進來這邊就是預測的空間 哇 房間很大 今天住的這個是兩張單人床的 這個最特別了 為了要講求環保 所以是提供玻璃品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外面的飲水機裝 飲用水跟氣泡水 然後房間裡面還有一個小小的陽台 可以坐在這裡發呆 但因為現在滿熱的 我們還是進來睡冷氣好了 房間開箱完畢 我覺得它就是乾乾淨淨的 但是也滿寬敞的 最重要的是它這裡的地理位置非常好 因為它就是距離文化路 夜市跟火車站都非常的近 我有看過官網 他們整個飯店裡面 最便宜的應該是雅致客房 不含早餐的話是1614 等於一個人大概只要800塊而言 難怪很多人會說他們CP值很高 而且它還有停車位 現在來到這裡是B1 右邊這裡有一個小朋友的小小遊戲空間 我現在走進的這裡是健身房 其實它的器材除了跑步機以外 還有一些比較重訓的機器 再轉過來這邊是一個商務空間 就是有沙發桌子 如果需要討論事情就可以來 臨時有辦公的需求 這裡也是有電腦或者是印表機可以使用 這裡是10樓的洗衣房 24小時都可以自住洗衣跟烘衣 全部都免費喔 不好意思 我想要請問一下這附近有什麼推薦的好吃的美食嗎 這是我們製作的美食地圖 阿霞雞肉飯或者是郭家雞肉飯 跟冰沖冰沙鍋魚頭的部分 那妳最推薦的是哪一間 最推薦的話是郭家雞肉飯 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直接來問我們 因為我們也是嘉義的接問站職 好 謝謝妳 這個我可以帶走嗎 可以可以 謝謝 謝謝 今天晚上就決定吃郭家雞肉飯 那是剛剛那個漂亮的小姐姐推薦我的 其實今天在嘉義玩一整天 無形當中用到很多次接問站的服務耶 當然知道嘉義市接問站嗎 它真的很方便 你們來嘉義市玩一定要知道 嘉義市接問站是由嘉義市政府跟在地的店家合作設置 提供完善的旅遊諮詢 像是各類的觀光資訊啊 Wi-Fi熱點 或是當地的食宿遊購型 甚至你要來接廁所也都可以 嘉義市的接問站已經實施很多年了 據點越來越多 今年也增加了四處 像我今天住的照品酒店也是新增加的其中一個據點 總共已經有28個地方 如果大家不知道哪裡是接問站 除了先上網查以外啊 你也可以認接問站的Logo 如果看到它就代表可以接問一下啦 來嘉義市玩一定要多多利用 挖掘一些在地人推薦的私房景點 或是美食清單都超讚了 大家早安 第二天早上我們來到快義生活村 這也是全開最大的日式聚落 雖然它已經不是新景點了 可是它裡面的店家越來越多 竟然已經有和服體驗啊 甜點店 咖啡廳 文創手作紀念品等等 超級多的我們趕快進去開逛 走吧 走吧 因為快義生活村太大了 所以我剛先來遊客中心拿了一張地圖 等一下比較好找 而且因為它裡面也是借問站 它推薦了我一個小秘境耶 在這邊有個地方叫 銀林俱樂部 很多人來這裡都不知道有這個地方 我們等一下來去逛逛 第一個點我們先來吃冰 我今天點了一個他們這裡最招牌的 就是這種球形的水果冰 它有兩種 一個是西瓜 另外一個是哈密瓜 那另外一杯這個是氣泡飲 水果還滿甜的 裡面雪花邊應該是牛奶 它是屬於微氣泡 然後我點微冰微糖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甜度 先讓我自己這樣聞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去穿和服 接著我們來穿和服 這就是祥光和服館 據說裡面是兩個小時 然後大人580元 走吧 我們去換衣服 變成完成 現在我有兩個小時可以在園區裡面拍照 走吧 我們去逛一逛 很可愛發這個樣色 可以在園區拍照了 我想要先走來中間這裡 因為它有一個小池塘 然後旁邊有很多的木屋 拍起來就會很漂亮 畢竟這裡就是日式聚落 所以到處都會很好拍 我被可愛了 龍貓包圍了 這裡其實也很好拍 但這裡其實是在賣彩虹燒的店家 彩虹燒好像是一個泰國的小點心 是做成甜甜圈形狀的雞蛋糕 這樣它到底是甜甜圈還是雞蛋糕 我也不知道 我沒吃過 我們去買一份來吃看看 他們說這個彩虹燒 是用天然食材做出來的沒有色素 長這樣 我覺得這比一般的雞蛋糕我還要喜歡 因為傳統雞蛋糕會乾這個不味 買完彩虹燒繼續來拍照 因為這裡面真的是每一個角落都很好拍耶 我找到營林俱樂部了 我們走進去看看 哇 好酷喔 在這裡 它的建築風格就是仿歐式 英國都多式建築 難怪它的外觀跟剛剛那邊是不是截然不同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要來這裡拍照 真的可以走來這裡 會有兩種不一樣的感覺 還好我早上有先去借溫站那裡問一下 才會發現這個小秘境 其實我已經來快一神火村很多次了 但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這個地方耶 這就是借溫站的好處 大家如果來嘉義試玩的話 一定要去問看看挖掘一些在地人推薦的私房景點 快一神火村這裡真的很大 因為我剛剛有再去逛幾家伴手禮的店 但是我真的逛不完耶 這邊一整個都是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喜歡漫遊的人 這個地方你要留個三個小時都沒有問題 這裡就推薦給大家 那我們接著去下一個地方吧 我們現在來吃犬行燒 這個是嘉義式的熱門美食 臘腸狗造型 而且據說它一隻就有18公分 最特別的是 它有火雞肉飯口味的雞蛋糕耶 我來買來吃看看 燙燙燙 火雞肉飯口味真的是沒有吃過耶 你看裡面真的有飯粒耶 它吃起來鹹鹹甜甜的 但是不會讓你覺得很違和 我覺得很特別啦 真的是第一次吃到 昨天我去的奮起福跟這家蠢行燒 都是嘉義朝鮮店之一 是嘉義市政府在2022年推出的 結合了100家以上的特色風格店家 來打造嘉義觀光旅遊朝聖熱點 因為它是嘉義市人選出來的清單 所以根本就是嘉義市人帶你玩嘉義市 如果你不知道來嘉義要去哪裡玩的話 歡迎大家上網去查一下 看它那個清單超級多 一定可以找到你想去的 最後我要來買伴手禮 這一家店是新台灣餅兔 它是連在地人都會來買的烘焙店 以及是百年老店囉 走吧 我們進去看看要買什麼 這裡的品項也很多 我有點不知道要買什麼 不然我們去問工作人員好了 看這裡最熱銷的是什麼 他推薦什麼我就買什麼 不好意思 我想要請問一下 這邊最熱銷的伴手禮是什麼 我們目前最熱銷的產品 第一款就是神木羊羹 再來一款是我們的噴水餅 然後再來呢這一款呢 我們叫做嘉餅 你有沒有看到它四塊餅 拼起來剛好是一個嘉義的家子 有耶 超酷的 我想要另外再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剛本來想要去對面買玉香屋 但是它今天居然沒有開 有沒有推薦其他家的飲料店 我其實從小喝到大 是我們隔壁斜對面的 有一間那個七彩冰果市 木瓜牛奶也是很有名 謝謝你 謝謝 連買個伴手禮都可以借問一下 真的是超讚的 而且我剛一走出來發現 他門口有借問讚的海報了 其實這個在網路上也都查得到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查看看 日式在嘉義兩天一夜的小旅行 我總共去了七個地方 有吃有玩有住 也是大家非常喜歡的大眾運輸玩法 重點是這七個地方 在Google上的評價也都超級好 以後大家要來嘉義試玩行程 直接複製貼上了 試喝完兩天複裁咧 也透過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嘉義試借問讚跟百家草選店 這麼好的資訊一定要讓更多人知道 在家做功課的時候先找草選店 看你有哪裡想要去抵達 如果有問題就找借問讚 讓大家來嘉義試玩都可以更輕鬆更有趣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看完記得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也要追蹤我的IG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我就要用爛